临旧山水路大法会爱心占谱 同时也希望能够为高雄气暴的伤亡者祈福 农历七月是佛教的孝清月 也是祭祖祈福普度布施的好时机 临旧山每年法会举办期间 都会举行爱心占谱活动 捐赠民生物资给桃园地区的慈善团体及弱势族群 我们非常有幸 就是已经虽然是第21届了 可是这是第20次在桃园这里举办这样 那么一个在佛教界来讲非常殊胜 而且盛大的活动法会活动 那至于爱心占谱呢 是我们就是在精神上是非常契合的 就是基本上我们觉得每一个地方 都有非常多的中低收入户 或者清寒家庭都需要我们来协助和帮忙 所以呢我们就在桃园地区发取了 这样一个爱心占谱的活动 每一年都会募集非常多的 不管是白米啊 石油啦 沙拉油啊等等这些 然后来捐赠给这个 其实是先透过这个社会局 他们然后再由社会局看看 是捐给哪一些比较需要的单位 和这个社府团体 这样像今年的话 那我们就有就募集到了大概五万多公斤的白米 另外有二十万升左右的这个沙拉油等等 其实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两千多万的一个金额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这是法会的精神相契合 以至于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让更多人来参与同时关怀这些 也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把这个善心呢能够往外去发扬光大这样 爱心占谱 以慈悲不失具体实践水入法会 忏悔感恩的真谛 谁要人能回归自信亲近 以一念善心触发无数爱心 便能造福人群 凝聚而成一股大慈悲的力量 达成和谐慈悲地球平安的愿景 法界新闻赖一龙许和勇 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